欢迎大家来到神迹时刻 这是一个满满耶稣的频道 我们心里想的是耶稣 我们感谢的是耶稣 定金的是耶稣 领受的还是耶稣自己 我们不是追逐神迹 也不是追逐金钱 财富或成功 我们不是成功神学 而是学神成功 而且你知道 我们的神不是故意设在一个很高的标准 让你怎么样学也学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祂在世上的时候限制了自己的神力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是为了我们 祂降卑以人的身份代替我们 所以祂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人 祂就是为了要代替我们 并且祂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免受罪的工架 并且还为我们受鞭伤 受刑罚 就是要使我们得意志 得平安 祂的救赎计划是完美 完成的 并且祂在世上的时候 祂还完美的示范出 一个人如何与神同工 是可以行出神迹奇事异能 而且祂没有骄傲 没有犯罪 祂就是看见天父做的 祂与圣灵同工 然后就行出那些神迹奇事 所以约翰福音14章12到14节 耶稣祂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的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阿们 是的 信祂的人也能做到 而且不是信祂的神 是信祂的人也能做到 就是指每一个人 耶稣是人 祂与圣灵同工 祂做到了那些事 祂完美的示范 我们也是人 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做比祂更大的事 阿们 我们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耶稣也期待 祢能够做比祂更大的事 你期待吗 阿们 今天神要我们今天的神迹 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张先知性的绘画 你有看到吗 看起来好像在一个 非常贫瘠的土地 可是却出现了神迹 因为你的到来 土地恢复了神迹 而且耶稣与你同在 你不是一个人 耶稣与你同在 的时候 即便你在贫瘠的土地 可是都能够不一样 你要认识自己的身份 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宝贝 即便现今时代邪恶 你在一个贫瘠的世界 你在一个贫瘠的地方 你在这个可怕的世界 可是因为你的到来 而且耶稣与你同在 因为你是义人 因为一个义人在这里 一切将不再一样 土地要因为你的缘故 神要来祝福这个地方 土地要被恢复 恢复到神起初所创造的样子 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朵花 开了出来 可是你看我们下一张图 会因为一个义人的缘故 神要降下祝福 这地要恢复生机 变成片满了美丽的花朵 一朵一朵的开 世界可以因为你而不一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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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如果你觉得自己 正在一个很贫瘠的地方 你觉得你在一个 很惨很惨很惨的境界 可是你要知道 你不是孤单的 耶稣与你同在 因为你是一人的缘故 神要因为你的缘故 来祝福这个地方 祝福你所在的那个环境 神要为你兴起一切 一切将不再一样 你可以为这个世界带下 带下上帝的祝福 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而你就是神要使用的人 你可以看见你的身边 你的周遭将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上帝为你带来这样子的改变 我现在要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是靠着耶稣 我们因信称义了 我们被赎回了 即便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 可是因着我在这里 因着耶稣与我同在 这个地方将可以不再一样 耶稣的祝福临照 耶稣的恩高与我们同在 我们带下神的同在 而神你就是可以改变世界 主要谢谢你要透过每一个信靠你的人 主要你要使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这一切将不再一样 是可以被改变的 主要我们知道神迹奇事 怎样发生在耶稣你所做的事上 我们知道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是有耶稣与我同在的 我是有圣灵与我同在的 主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 我们所宣告出来的 不是空的 而是耶稣已经付了代价 是大有能力的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必要看见神迹奇事的发生 世界将因我们变得更好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韩先生 也谢谢大家从世界各地加入神迹时刻 谢谢大家的留言 不论你是在什么时间留的 不论是在直播的时候留 或是之后留下 你要知道 本就是我们的神 本本就是超越时间空间 不论是现在看到 未来看到 都是有效的 因为重要的是耶稣都看见了 你所需要祷告的事项 每一样神迹时刻的团队都看见 并且交给神了 就是上帝为你负责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 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所成就的奇妙的事 也欢迎大家可以将你们所经历的见证 写下来给我们 不论你是在什么时间空间 就是不论有没有时差 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上帝看见了 神都要为我们成就 我们都可以一起阿们 一起经历这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的见证可以继续的复制见证 感谢耶稣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宣告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吧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烦躁应当 仰望神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耶稣 我的平安 耶稣 我的意志 耶稣 我的功能 你使我 你使我 一切所需 耶稣 你使我 我的功能 你使我 我的力量 你使我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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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我 祝我 你使我 祝我 祝我 你的心啊 祝我 你使我 你使我 祝我 你使我 我的牧者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主我王 你的话语是我的自由 你的心发使我有平安 你成为平穷 为使我付诸 你的释迦是我的神 感谢耶稣 你是我强壮 你应许我彼得的威严 你成为走主 为使我蒙福 基督令我 平行的手 你的话语是我的自由 你的心发使我拥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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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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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决定说如果造势者在这样的话 他就要走法律途径 那当然他心里是很想说不要走法律 因为他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懂 然后又要付上那些走法律的时间代价等等的 就在他很煎熬的时候 他说他上个礼拜就是听到神迹时刻 分享了一个见证 就讲到说有一个弟兄姐妹去墨西哥度假 然后疑似被诈骗 就是事后要多付了将近一百万的台币 然后那个弟兄姐妹就是用祷告金为账单祷告 后来神就调动万有 取消了不应该支付的所有款项 他说他听到那个见证 他当下就跟神说 主啊我也要 然后他回去就把那个留在车子上的 那个盗案通知单 就拿出祷告金 按在那个盗案通知单上面 然后祷告 然后交给神 结果很神奇的事发生了 不到三天的时间 对方的保险公司突然来电话说 愿意全额理赔 感谢主 哈利路亚 他说真的是很感谢神 赎回时间 省去了他要上法院诉讼的时间和花费 然后他说其实更感谢神的事 神就是把不好的事化为 使他得益处的好事 他说这个车祸啊 对方撞的地方 不偏不倚的 撞了两个地方嘛 后面是左后轮跟前面的引擎盖 那个两个地方正好就是 他本来想要去修理的地方 那对方就是顾片部 也就是撞到这两个地方 所以呢 整个维修都算在对方头上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叫万事互相效力 不但修好 变成全新原厂的配件 然后还赚到了 二十几万点的气抽红利点数 感谢主 感谢主 当然这弟兄姐妹他分享说 其实更宝贵的事 不是煎熬了快两个月吗 他说这个过程 其实后来他经历到了天父的爱 因为他说他从小其实 不太有天然人经历那个父亲 对孩子的那种保护 可是在这过程呢 他就是去经历到 倚靠神然后认识到天父 那样无微不至的去爱他的孩子 所以他分享说 其实最宝贵的是 他更认识了天父的爱 感谢主 好 希望这个见证呢 你听见也要激励你 然后要复制在你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正在一个困难的 过程还没有得到解决 你可能被诈骗 或是有车祸 有理赔 有诉讼 或是你生意上被人欺负了 有造成损失 你在精神上 时间上 和财务上都有损失 我现在要邀请你 你可以拿起你的祷告金 一样 放在那个诉讼的单子上 或是保险单上 或是文件上 或是如果你没有祷告金 没关系 你按手在你的心上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奉耶稣的名 神在经上记着说 勇士所掠夺的都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都可以解救 主就是你的救主 所以欺负你的 来欺负你的 就是向主在宣战 主必要为你出手 与你相争的 主必与他相争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 主要拯救你的产业 主要拯救你失去的财富 主要赎回你的时间 你所失去的一切 主都要为你夺回 都可以夺回 这个过程 如果有任何人说 你夺不回 你只能夺回多少 你都不要财信 因为神为你出手 就是全部夺回 然后祝福你 主要为你缩短所有的流程 让你经历时间加速 时间补还 事情就会超自然的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损失 神要加倍的补还你 在值和亮上 完全的补还 然后奉主的名宣告 在这个事情 还没有解决的过程 你会更深认识主的爱 你会在主的爱中 经历到真的拯救 和神的帮助 在主的爱中 你会依靠他的应许和恩典 然后你一定会度过这个艰难 全然得胜 阿们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然后当然如果 你有需要这个祷告金的话 欢迎您跟我们索取 那我们在北中南 都有索取的地点 只要一个账号 订阅我们十个频道 就可以领取一条祷告金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神就是又真又火的神 祂就是这么的厉害 感谢主 那我今天也要来分享一个美好的见证 就是有一个弟兄姐妹她写见证进来 她说有好几天 她就感觉到她的心思是被搅扰的 她就开始定罪自己 她在晚上也做了不好的梦 于是她就决定 她要打开恩宠教会的讲道 她就听见了香香牧师的一篇讲道 如何赎回被魔鬼吞吃的讲道 她就仔细的看了影片 也听从了神的话 突然间她心里就顿时的轻松起来 得释放了 感谢耶稣 耶稣就是这么的好 当神的话进入生命 是有力量的 一切的控告谎言都要离开 因为经上记着说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阿们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大有功效的 阿们 阿们 那现在我也要来为 常常会定罪自己 控告自己 容易陷入压力 忧虑 焦虑 情绪低落 情绪不稳 容易紧张的人来祷告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 因耶稣所设的鞭伤 你已经得痊愈了 耶稣已经为你戴上 荆棘冠冕 拯救你的思维 神要为你加倍的赎回时间 凡你被魔鬼所偷窃的 都要有百倍的补还 圣灵已经为你敞开天堂 浇灌生命的泉源 要在你枯干的土壤中 开出美丽的花朵 阿们 你是天父最美好的创造 你的生命会生生不息 结出种子 成为美丽的花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神要为你赎回时间 给你加倍的补还 我也要分享一个快速得到医治的见证 有一位弟兄姐妹 她早上醒来的时候又胃痛了 她立刻把手放在肚子上 按手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所有不舒服的感觉和源头 完全的离开 也宣告因为耶稣的边伤 她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 感谢主 这位弟兄姐妹过了一会儿 她就没事了 感谢主 她很快的就完全恢复了 这也让我知道 当不舒服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定精神 就像今天的话一样 不管疾病有多么的困难 无法医治 没有盼望 上帝都有办法让他恢复神迹 阿们 也相信因为耶稣的边伤 我们就是已经完全得到医治 我们就会有完全的医治了 阿们 那我们也一起祷告 一起为有胃不舒服的 胃痛 为食道逆流 胃癌 不管你任何地方 有哪里不舒服的 奉耶稣的名 因为耶稣的边伤 你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 而且现在耶稣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你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已经完全的健康了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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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断开 痛苦疼痛的根源 任何造成绝望死亡的灵 疾病疼痛的灵 现在就离开弟兄姐妹的身体 统统丢到硫磺火锅去 再也不能回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受的鞭伤 你已经得痊愈了 心血管疾病 现在要离开 心臟和血管现在得医治 血压血糖现在得医治 恢复正常 血管阻塞 现在要畅通得医治 恐慌症的弟兄姐妹 神要为你造全新的心脏 帮助你刚强重胆 义无惧怕 完全的得医治 癫症的弟兄姐妹 神要为你 把身体错误的通电 系统全部关闭 现在要为你打开 神要为你打开 修补 开启正常的通电系统 你的神经系统 要完全的恢复正常 得医治 骨头有位移的 现在我奉耶稣为名宣告 你的骨头 要完全的归正 从头到脚 从你到外 完全的健康 有血脑症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为名 祝福你 你脑中的积血 要完全的退去 脑要被神 照这个人修补 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美好 你的智力是最好的 你是不会退化的 你不会有什么忘记事情的 你的脑会完全的被修复 像神起初创造亚当那样 完全的 有三百年的记忆力 就在你身上彰显出来 你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你的智力是最好的 还有佩戴呼吸器的 我要奉耶稣名祝福你 你不用带呼吸器了 因为神已经 神就是你的生命 神就是你的 你呼吸的来源 神要帮助你 让你可以大口的呼吸 自由自在呼吸 得释放 得意志 你可以轻松享受 神给你的美好的空气 是最新鲜的 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你最新鲜的空气了 主耶稣实际上完工 就是为了代替你 为了拯救你 给你享受祂一切美好的祝福 那谢主总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名 你要超自然的消肿 一切的伤口 因着耶稣的宝血 要完全的医治你的 你的伤口要完全的修复 得意志 那拜血症的弟兄姐妹 耶稣新鲜血也与你交换了 你的血液只有是干净的 健康的 完全恢复正常 那有肝脏肿瘤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命令 肿瘤现在完全的死去 完全的离开你 在你身上 健康的细胞要完全的复活过来 大大的倍增 你会经历神超自然的意志 你会借这上帝的名 还要呼吸急促的 我要奉耶稣的祝福你 你再也不用紧张了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每一天 而不是你跑步会喘 你喝水也喘 不 神已经改变你了 你可以很轻松的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轻松的 呼吸很轻松 跑步很轻松 走路很轻松 你都是很轻松 很精神的 因为主耶稣祂已经代替你了 你是很健康的 还有在加护病房的 重症病房的 我现在要奉耶稣为名祝福你 你要苏醒过来 现在就起来行走 因为神所做的都是超自然的 所以我就超自然祝福你 你要完全的清醒过来 现在就起来行走 因着耶稣的大能 你要起来行走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了救赎工作 是没有人可以废去的 主耶稣已经亲自的 为你背负了定罪 咒诅疾病死亡 主耶稣保血 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在了 耶稣已经为你复活了 赐给你全新的生命 丰盛生命 现在圣灵正敞开天堂 圣灵大大的运行 神要为你开启救恩的大门 在你身体干枯的地方 栽种全新的生命 神迹奇事异能 正在发生 阿们 你必经历超自然的反转 神迹事的突破 在你的生命 健康家庭 财务 婚姻 关系 事工 投资 产业 现在就经历复活 得着自由 得着医治 与释放 耶稣如何 你就如何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Johnson 推草 今天呢 我要分享一个让我很感动的见证 这个见证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盼望 有一位姐妹她之前申请了保护令 但是在这个保护令还有效的期间内 对方违反了规定 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安 所以她觉得她有必要延长保护令的时间 只是这个申请她是需要开庭的 然而在开庭前 律师跟社工都帮她做了心理建设 也直接跟她说胜算不大 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这让她感觉更忧虑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到圣餐的力量 于是她就领了圣餐 她感觉就像耶稣用身体跟保血 与她立了盟约 瞬间她感受到天父 从天而来的平安 就在那一刻 她听到神对她说 已经成就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给她极大的鼓励 仿佛天父在告诉她 耶稣已经得胜 她也将会得胜 让她感到很欣慰的是 这个法官非常有耐心的聆听她的陈述 而且还引导她说出有力的内容 并且强调强调了她是被害者的立场 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巨大的胜利和神的恩宠 当她离开法院的时候 天空虽然下着雨 但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恩 她在法院的门口拍了一张照片 来纪念和神同在 但是过了几天 她翻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她发现竟然有一道美丽的彩虹 拍照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道彩虹就像是天父在告诉她 她已经跟天父立了约 而且对她的爱并没有改变 上帝会为了公益帮她挣扎 更神奇的是 七天之后 她收到了得胜的判决书 哈雷尔雅 而且一般的保护令呢 只有延长一年的时间 可是她得到了延长两年的判决 哈雷尔雅 而且呢 还加强了保护令的内容 这一切让她深刻地感受到身 作为的奇妙 她被赐下了平安跟力量 而且呢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她真的深深刻刻地感觉到被爱 她感谢主的信实跟大能 她知道耶稣始终与她同在 她觉得能够在爱中得胜 阿们 然后我想说就是在现在这个世代 不法跟不公义的事情其实蛮多的 那这个见证呢 就是要鼓励正在困境中 或是你正在经历类似经历的人 耶稣说 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阿们 在面对伤害跟压迫的时候 很多人常常很无助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在这个时候 你非常需要上帝成为你的庇护所 上帝会为你伸张公平跟正义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并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阿们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是天父最爱的孩子 不要因为你惧怕的情绪 而放弃了希望 耶稣会为你看见生命中的曙光 那今天呢 我要为这些 如果你觉得你受压迫 有官司的人来祷告 还有为绝望中 正在寻求盼望的人来祷告 奉耶稣的明宣告 天父看到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 神必刚强受压迫的灵魂 使你得胜一切的患难 耶和华要为你施行公义 为一切被逼迫的深渊 你会得到公义与救赎的判决 阿们 上帝降下丰富的恩典与慈爱 拯救你脱离恶人的轨迹 释放被压迫的灵魂 并为你离倒一切的灾难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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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神对我们真的是无为不至的照顾 而且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的 Amen 感谢神 今天我要代表教会释放 本周神要对你说的先知性话语 是的 就如同这张图我们所看到的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 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当中 我们遇到了许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 如同约翰福音17章14到16节 耶稣所说的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这个世界就是指敌对耶稣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觉得 好像这个世界敌对我们 我们遇到好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 或者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困难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辛苦 可是不要忘记耶稣爱你 耶稣与你同在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耶稣与你同在 并且因着你的到来 因着耶稣与你同在 土地要恢复生机 这个贫瘠的土地 虽然好像压迫你 可是约翰一书5章4到5节也说了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所以那个信心不是你要有多大的信心 那个信心就是 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是义人 你因信称义 你不是孤单的 你是义人 因着你这个义人 在这个即便贫瘠的土地当中 但世界就可以不再一样 神要降下祝福给你 你将可以带下改变那个世界的能力 如同刚刚那个见证一样 即便别人告诉你说 很困难啊 这个保护令根本不可能申请过啊 可是神却可以介入改变这一切 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你就是那个被神爱的 你就是那个可以得着益处的 你就是可以大声宣告 上帝的祝福已经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祝福 你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祝福 不用按着世界的准则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在天上如何 你在地上也可以如何 你不用按照这个世界的准则 去遵行 你要按着是神的法则 是神的国度 你要带下神天上的同在 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你可以为这世界带来神的盼望与希望 如同下一张图一样 本来看起来贫瘠的土地 可是因为神与你同在 遍地要开满了花 你的生命是充满盼望 希望与祝福的 阿们 感谢神 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 上帝要祝福你 你就是一人 你就是那个信神 信耶稣是神儿子的 你就得着胜过世界的能力 阿们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要为 线上的带导师将来祷告 我们要特别奉耶稣的名祝福 那个早产的孩子 即便他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 医生说他有很多的缺乏 他要开这个刀开那个刀 可是我们不用担心 因这个孩子既已来到这个世界 他就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祝福 因着你是义人你是义人 你为你的孩子祷告 神就介入 一切就要改变 这个早产的孩子 他会平安健康的长大 我们宣告这个孩子 他既来到世上 他就有属于他的福分 他的福气 上帝给他的祝福 一样都不会少 他会平安健康的长大 跟正常逐月生的孩子一样 他所需用的上帝一样都不缺乏 通通都要赐给他 他必要健康平安的长大 而且他要经历跟所有逐月生的孩子一样 一样的幸福 一样的爱 上帝对他的爱一样都不缺 一样都不少 他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 因为他既已平安的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会平安的健康的长大 那谢耶稣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祝福 那个世神经退化的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当你定经耶稣 你就看见耶稣 而且我们宣告耶稣如何 耶稣在天上如何 你在世上也如何 耶稣没有眼睛昏花 你也没有眼睛昏花 你的世神经会非常的 非常的好 你会看得很远 非常的非常的 觉得视力非常的好 感谢耶稣 我们也为那感冒 玫瑰疹的 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现在就得医治 得拯救 那一切因为感冒所带来的 或玫瑰疹带来的不是 奉耶稣的命令 所有的不是都退去 阿们 你会非常快速的恢复 因为耶稣已经介入 是你可以靠着耶稣 胜过这一切 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祝福 在工作当中 遇到困难的 好像在那个贫瘠的当中 但是神为你 兴起一切的环境 为你效力 你要知道 你能够胜过那个 不好的环境 因为上帝要为你带来祝福 带来改变 你的工作将经历祝福 你是 你将为你的工作 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你的长官 要因为看见你的不一样 而给你特别的拔着 给你特别的提升 你不需要再跟你的同侪 斤斤计较 因为你被药身提着拔着的时候到了 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祝福 因为不公平而签下合约的 上帝要使一切的法律 效力规章规定 都为使你的益处而修改 你可以顺利的解除退款 成功 你所有的钱财 上帝都会为你保守持守 不是你该付的 一毛都不用付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祝福 那个在财物当中 你很贫乏的 你很欠缺的 当你愿意将你的财物交给神的时候 你也要开始经历完全的翻转 因为耶稣已经介入你的财物 当你把财物交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要使你经历 祂的丰盛 祂的富足 因耶稣也已经为你成为了贫穷 耶稣将祂的丰盛 富足与你交换 你就是耶稣的宝贝 耶稣祝福你 你要经历 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祝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 寻找就寻见 叩门 耶稣你已经为他们开门 他们已经站在那丰盛应许之地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耶稣 今天也要分享一个 一个姐妹 然后她有写信过来 她说呢 她是靠接案子来赚钱的 可是呢 从年后到今天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案件进来 报价出去的案件 也都没有着落 然后她有三个孩子 每个月都有必须出去的开销 所以她的心中 就是会感到很失落 也会有很慌张 但是她说呢 她靠着那爱她的主 她就相信 这个牧师所说的 这个十一奉献的五大权利 神必定能够加倍的 加给他们家恩典 然后呢 她也去斥责那些 吞斥他们家的钱财 的蝗虫玛纳 通通都要离开 不准靠近 也不准再回来 然后呢 她说当她相信 并宣告的时候 这时候恩典就来了 她说第一个恩典呢 是她等了两个月的育儿津贴 终于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恩典呢 是她先生的公司 她先生是做大业的 所以这个大业的津贴呢 突然上涨了一个小时 多了八十块 所以她的时薪 就可以来到一个小时 四百五十块 然后呢 还有恩典三 她说这个租屋的津贴呢 申请也通过了 因为她有三胎 所以这个补助就更多了 然后她说 虽然她没有固定的教会 她也没有认真的在读经祷告 但是神是如此的爱她 感谢神 她能够靠着那爱她的耶稣 她可以大有盼望的 度过每一天 然后呢 我也想起我自己以前 其实我也是经历 我财务很困难 然后我就是看着我的薪水 然后跟我欠下的这个负债 我都觉得 天啊我要什么时候 靠着这个微薄的薪水 才能去还清我的负债 可是神真的也是帮我 度过了每一次 然后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考试啊 我也是跟神说 你就让我考四百分就好了 我可以跟我父母有个交代 结果我就考了四百零一分 然后呢 那个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也是说神啊 你就是让我进这个学校这样子 结果我真的也是 好像是报名的时候 然后就冲出冲去学校 然后去跟他 去跟他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进了那个学校 但是我应该是那个全校 要倒数第几名的成绩进去的 所以 所以那个 其实 因为我之前在还那个付贷 贷款的时候 我就是跟神说 你就是帮助我这样子 然后可是虽然他每次都帮助我 可是我的那个 你就是那种刚刚好 我都要赶着那个 剩那个几天 然后我真的有钱过来了 然后我可以去还那个贷款 然后我就好辛苦 我跟神说 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 你可以让我有个充裕一点的时间 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钱 然后让我有 可以喘息这样子 然后神真的也是有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然后多一点的余额 然后可是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啊 我为什么只跟神要多一点 我为什么不跟神大大的张口说 主啊 你让我很丰盛 你让我真的再也不用去为这些 这些贷款 然后去烦恼了 所以呢 其实当我们转向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再靠自己努力的时候 神他是何等的喜乐 我们不要限制神他的作为 神的赏赐就会是无限的 所以我现在要为有财务困难 生活拮据 你可能不敢有期望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配得到 神恩典的人来祷告 我要奉耶稣基睿名 耶稣 你用你那荣耀的丰盛 在耶稣基督里你 你去满足每一个听到你讯息的人 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的丰盛是何等的大 你的赏赐是如此的荣美 而且你所给的富足是不加上忧郁的 耶稣你就是挥霍 挥霍你的爱在他们的身上 你让他们感到你是 他们是被爱的 你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儿女的身份 耶稣当他们大大的张口的时候 你就大大的去应允他们 你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 耶稣他会不止满足你们的需要 你们在各方面都会是得胜的 你们是得胜有余的 而且你们不止有余 你们还会满意出来 你们还会再去祝福别人 然后因着你的关系 神他不止只是祝福你 他要连你手所碰到的 脚所踏的 脚所踩的 神都会祝福 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 阿们 阿们耶稣居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神的赏赐是无限大的 阿们 然后我们陆续受到线上的带导 我们要为你祷告 包括要为免疫系统 为肝燥症 有血液循环问题 嘴唇口腔破皮 身带麻痹 呼吸中止症 还有脊椎侧弯 扁平足 脊椎 颈椎壁 胃食道逆流 喝水会呛道 心脏不舒服 有心悸的问题 呼吸不顺 宽骨拉伤 手心汗泡疹 乳房的肿块 然后有失眠过敏 新冠后遗症 扁桃腺肿大 还有肩膀跟手臂的关节 经络处有挫伤 好 我今天要为你祷告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就是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宣告 现在耶稣承受的一边 打掉了你免疫系统问题 一边打掉你的干燥症 一边打掉你邪欲循环的问题 打掉你的口腔破皮 打掉你身带的麻痹 打掉你的呼吸中止症 打掉了你的颈椎病 胃食道逆流 打掉你心脏的不舒服的问题 你的心肌问题 你呼吸不顺的问题 宽骨的拉伤 手心汗泡疹 乳房的肿块 因为耶稣变伤 现在被打掉 你失眠的问题被打掉 你的过敏被打掉 你的新冠后遗症 因为耶稣变伤被打掉 扁桃腺的肿大 现在立刻被打掉 你身上所有的挫伤 现在就都通通被打掉 阿们 因为耶稣不是那个受虐狂 祂为你被鞭打 是因为祂知道祂的鞭伤 可以代替你 你所有的健康 所以耶稣现在就为你承担了 你现在又要看见 耶稣你身上所有的症状 打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体无完肤 所以你现在就要领受全身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全然的恢复和健康 阿们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就是得医治 阿们 没有其他的 就是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得完全的医治 阿们 你现在就领受痊愈 阿们 当症状还在的时候 我邀请你继续的相信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就是会得医治 阿们 继续的相信到底 然后你会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看到健康痊愈 百分之百的彰显出来 阿们 谢谢耶稣 然后如同今天的先知性的绘画 你要看到那个 遍满全地的花朵 你的生命是充满生命力的 你会像这样子绽放喜乐 充满生命力 你的日子是大有盼望的 阿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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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我们的神 就是要给我们这样满满的祝福 阿们 後門剛剛那位姊妹所分享的見證 請不要只禱告剛剛好的祝福 你可以跟神大大的掌口大大的求 上帝必要將祝福大大的賞賜給你 不會只是像貧瘠的土地當中只有一朵花 那時事開始 你要知道你是藝人 藝人的道路必如同黎明日舞 月照月明 你的結局一定是像現在這張圖一樣是 開滿的花 你的生命當中 必會充滿著祝福 阿門 如果你也希望你的生命當中充滿祝福 但你不知道怎麼樣讓上帝成為你的祝福 我邀請你現在跟我一起來做這個禱告 閉上眼睛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喔 親愛的耶穌 我願意打開我的心 我願意打開我的心 邀請你住到我的心裡 邀請你住到我的心裡 成為我的舊主 成為我的舊主 幫助我的一生 幫助我的一生 我的一生都要充滿祝福 我的一生都要充滿祝福 謝謝你已經赦免我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的罪 謝謝你已經赦免我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罪 謝謝你 謝謝你 祷告奉耶穌的名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門 感謝神 如果你以前就已經做過這個禱告 那更恭喜你 你要知道 你可以大大的跟神張口 祷告 上帝的祝福必要大大的充滿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的生命可以充滿祝福 你就是可以成為那個神機的器皿 阿門 阿門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神機時刻 請不要忘記幫我們 按讚 訂閱 留言 加分享 並且 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們每一支新的影片上架 都會通知到你 並且 祝福你 可以更多經歷上帝的祝福 如果你也像我們剛剛 有一個 姊妹她的見證 提到說 她現在沒有穩定的教會聚會 可是實際上她就是一直在線上看恩寵教會的信息 所以她一直被恩寵教會牧羊 所以其實她早就是我們的一員了 如果你跟她一樣 但是 你不想只是 在線上看而已 你也想跟我們有所連結 跟我們有所交通 你想要加入我們 你可以 在我們的下面留言 或是參加我們的臉書社團 留言給我們 我們有雲端小組 我們歡迎你參加 加入我們 一起更多經歷上帝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祝福 並且分享出來 見證 複製見證 使我們成為 一個 祝福的管道 也成為別人的祝福 也成為別人的祝福的管道 阿門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神奇時刻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祝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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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